王大娘 雪瓜 吾楼 吾楼 王大娘 出秀房 不听门外响鸣鸣 用手开开门来看 我玩了 年来时辜牧老老 喜瓜 唯唯唯小龙家 有两样和娶叫你做 原来是位大嫂子 你找我做什么花 你且听了 你说吧 我却有个黄瓷盖 哦 黄瓷盖 还有一套烟菜的 烟菜的 两样伙计你做好 好 黄瓷盖 冲桥给你还是爽 得嘞 大嫂子 你拿去吧 俺坐嘞 在哪儿坐呀 在这儿坐呀 别在这儿坐呀 那上哪儿啊 随我来 你领个道 大娘卖不投钱走 后头跟着个冷鸟抢 下午下 下午下 卖不进了大门里 担子放在炕头上 你当娘 你当娘 我去帮过黄瓷盖 这是我的烟菜缸 这是我的烟菜缸 这件活剧你做好 我的好爱上年堂 果如今天好运气 出门儿 出门也见往大娘 他把火箭让俺做 走了锤子我啥了 下炉匠啊 好好的做 做好了 大娘赏你面汤喝 别做了 别做了 睡了 真敢砸坏我的宝钢 我为了你这个钢 我还不来呢 太住了 跟着我的门女 这段戏呢 这段戏呢 它前面是装王大娘 为什么要烘托这段戏呢 就是表现了王大娘 她特有的那种 妩媚挑逗 她也是为了后面 看到她的钢被砸坏了之后 表现出她那个邪恶震怒 以及她的那种 凶残 凶残 马上有一个反差 所以这个人物呢 她在戏曲舞台上 尤其是舞弹来讲 她是一个双面人物 非常难言 前面是花弹 后面是舞弹 从扮妆到性格 以及她这个行当 都是有区别的 这也是这个戏 有别于其他戏的一个特色 在冒险中 带来和她的踏尽 一些衣服 在冒险中 潮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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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